谁说迟缓儿天生就该被放弃 透过模仿和学习 发展迟缓的孩子也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 在台中谭子区有一位民俗记忆家廖启全 五年来无常的照顾邻居发展迟缓的孩子 教他玩布袋戏和生活礼仪 经过切而不舍的教导 这位孩子真的有明显的改变 不仅在平时的反应还是成绩方面 就连生活上的礼仪和习惯也有很大的进步 让孩子的妈妈室非常感动 爱哟这准无常是要当地失礼咯 乔治瑜把手中的蟹蚝百动的活灵活线 将美人婆的神韵表现得零零尽致 很难想象他其实是一位发展迟缓的孩子 现在的治瑜会有这么亮眼的成绩 全都要归功于他的启蒙师傅了启全 因为我本身就觉得因为时代的变化 所以这个布袋戏比较朦 其实布袋戏也是一种文化的传统技术 没有人家姓没有人恶 有可能会断层 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 只要有孩子就有兴趣这个布袋戏要学 我做得很大的范围 我都是议员说可以免费到学 史书土曼冠 史书土曼冠 五月十八冠 五月十八冠 肖致宇布袋戏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不过在致宇接触布袋戏之前 可不像现在这么乖巧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致宇的模样 要齐全依旧 记忆深刻 第一次讀了陈致宇的时候 感觉这个孩子就有异常 通常的安心 跟他的基睛行动感觉很耗烦 就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 跟一般的孩子受伤的不一样 让他很亲密的印象 就说这天哪里很耗烦 为什麽把他放下来 为什麽他的感觉 他的整个行动和他的感情 都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找出原因 廖启全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天 至于听到了廖启全制作的布袋戏录音带 发现他的眼神不但散发出兴奋的光彩 对戏友更是爱不释手 因此妈妈带领他进入布袋戏的世界 我跟他学校差不多半年了 有一天因为我製造的露音大 我在帮他听 至于听到后 他听到那个布袋戏 那个感情完全都不一样 就很爱这个录音带 我才发现说 至于小朋友 对这个布袋戏好像很有幸福 所以因为这样 我才用布袋戏的录音带 跟一些布袋戏的装备 买一些装备给他 基本一些概念 跟他说一说 让他自己去研究 去刑处 去生这个布袋戏 去生这个布袋戏 不要习惹 不要吃毒 不要习惹 不要习惹 就要 乔志宇认真的 一一说出平时师傅教他的道理 亮亮起全心理是非常的欣慰 因为证明了志宇都把这些话紧记在心 而这几年他的进步以及改变 也让家长感动的掉下泪 改变最多 就是行为举止 贪图 他以前就是脾气不好 就是会 稍微脾气就上来 这样子 他先有比较改一点 然后就是他师傅叫他 要有礼貌 各方面 因为这个孩子的修法 说起来就是繁繁 繁繁的时候 有时候要重复过 我们要怎么去引导 说这个孩子 这个胖的疾患 要慢慢改变 第一就是礼貌 要有伦理 要要尊重思大 我对这方面 其实我们儿子 很重视这部分 这部分其实至于这四五年来 进步非常多 因为天生的缺陷 不论在口白还是操作泄偶上 智宇的学习速度 都比一般人还要慢 而为了不断唤起他的兴趣 只要智宇达到师傅所定定的标准 要齐全就会自掏腰包 花钱搭部级买泄偶 要来鼓励智宇的进步 教他做人 励茅 他的态度 包括他设计 包括他做一个平均的分数 如果 只要约定他有到那裡 我跟他肉眼的东西 我给他带的东西 我一定会送给他 传统的布袋西 不但教会孩子人力和礼貌 也赋予给孩子生命的希望 谁说吃患儿天生就该被放弃 透过一遍又一遍练习 发展秋环的孩子也能闯荡出自己的一片天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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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